曼谷渠武署官员表示 由北方湧渡的水流已来有下降 而原本预期会阻碍洪水排出的潜落湾海水 潮漲的高度也没有预期那么严重 目前微南河和几条主要运河的水位 仍然在可控制的范围 只要重要的防控堤没有缺堤 问题就不大 星期日曼谷北部地区出现积水 但市中心和湖渠的水位 和多个热门观光景点大致上都没有受波及 市中心暂时都没有见到洪水 捉起几公尺高防洪场的曼谷主要国际机场 运作亦都正常 和泰国北部水乡习惑的情况形成强烈的对比 尽管如此 当局仍然不敢调以轻心 继续加紧防洪工作 全力保障曼谷机场、工业区等等 经济地区的安全 WOW TV 雷晨日报道